今天宝宝来了吗 来了 来了啊 我们也把宝宝请上来吧 欢迎你 几年级了 四年级 四年级了 全班都是最爱的 对不到一米一一吧 不到一米一 那有点矮 是啊 应该九岁十岁 应该在一米四到一米五之间 一甩了吧 还是我感觉还是一甩了吧 一甩了吧 我们的个子是有点小的是吧 你担心吗 不担心 我也给他打了 打胜场技术一二连级 也在打 就是会断断续续的吧 打隔个半年啊 或者是停个两三个月啊 打 他就会说 就是 他就说 你不要给我打这个了 宝贝说不用打 这人的原因是什么呀 是因为 怕家里经济承担不起 怕妈妈们太辛苦 哦你好懂事 当时听到这个话吧 我就就是有点累吧 就是就感觉他 因为他当一身面吧 他说 别打了 把钱留给我一个曲奇 对 哎 这句话背后是有深意的 其实爸爸就是一个榜样 你看爸爸有幸福的家庭 有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 个子高高的 所以你看 这是榜样力量 将来我也能娶个好媳妇 像我爸一样 所以加油吧啊 小伙子 但是还是得好好学习啊 这个是重点啊 对 你不可能有你爸这么幸运的 就靠靠嘴就取了这么漂亮的钱 你以后 你已经拿出点实力来 你不学习肯定不行了 知道吧 加油啊 那今天这个夏天 你们这一家人 来到我们现场 去带着幸福心愿的 我们有请马先生上前 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是 为儿子继续打生长技术 现在花花如果按照 正常的剂量要求去打的话 每个月需要 打多少钱的针 加上这个检查吧 最少四千多 最近把打到十八岁 八年 就每年要五万 四五万的话 要几十万呢 所以未来负担还挺重的 对对对 行 看看我们老板们 会提供给你们一家人 什么样的帮助啊 那首先呢 我们先送给花花一套 完整的这个 青少年的篮球装备 我再送给你们一套 这个我们的课程 妈妈在家呢 可以跟花花一起 去做这个训练 那么等到花花十二岁的时候呢 你再去测一个古灵 那么我们这边 也有古灵的专家 这样你全方面的去掌握 实时监控孩子的身高 进行有效的科学的干预 这样才能够给孩子 更好的成长的未来 所以也祝花花能够快乐成长 加油 她现在的身高呢 要想让大家恢复到 正常的孩子的身高的话 现在唯一有效方法 就是生长激素 只能坚持打 不管用各种方法坚持打 那说到这的时候 那费用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我们梅尔木眼科医院呢 愿意通过北京红十字会呢 给你资助五千元 算是小小的小小的这个助力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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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公司呢 是红辣椒文化传媒 一直在做自媒体 然后呢 我会把我的团队 输送给你们 去让你们在整个直播的过程中 更专业化 无论是从布置也好 还是整个直播的一个环节也好 给你做一个权案 在自媒体方向 谢谢 谢谢 然后呢 更有效的 能够在这个直播领域 能让你的收益 会有效的增长 好好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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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十年一路走过 其实收获了很多 宝贵的人生财富 这个是不可复制的 所以珍惜当下 我觉得是送给你们 最好的助手 是的 是吧 也希望我们能够 创造更多的经济条件 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谢谢 谢谢 祝孩子 谢谢 快快长大 健康成长